嗨,我是Lanness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你看到我现在任何妆容都没有 就知道我要录一些关于Naked Face的东西 今天呢,也会用华语来录这一个影片 是因为呢,我要介绍的一款面膜呢 它是... 它是星际攻略黑泥换肤磁石面膜 打开来看 你会看到一个土脸棒 然后还有它是一个石片状的面膜 这是一个黑泥面膜膏 那种液体,液体状的 OK 由于... 昨天我录了这支影片 可是晚上我不小心 Delete到完 所以那支影片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要录过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 其实是前天啦 我已经用了一块 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补录 然后这里就有9片咯 用掉一片了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磁石棒 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 最特别的地方 盖掉了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打开来看,你会看到一个magnet 很闪有没有 它只是一个... 看起来很普通的面膜 等一下你就知道它的magic在哪里 我先不要讲它的功效是什么 等我附完了这款面膜之后 我再告诉你它的主打功效是怎样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会... 从第一个步骤到最后一个步骤讲解给你听 怎样使用这一款面膜 为了所有的步骤的保证 我会告诉你我的脊肤状况 那接下来看呢,其实我本身的肤色呢 是比较偏黄 它不是...我不是红底也不是白底 也不是黑底 还是...我的皮肤只是一个黄底 皮肤 然后我的黑眼圈 身 又还有痘疤 然后再拉近一点 再拉近一点,你会看到... 看我鼻子这边 有黑头 有粉刺 还有毛孔,其实很大 还有这边 还有一些疤 还有下疤 还有下疤 还有一点是,其实我整体来讲 我的肤色其实是不均匀的 可以看这边 比较靠近内侧 就是鼻翼啊,嘴巴 周...周围 然后下疤这样子 还有这里 我的肤色是不均匀的 然后整体下来 就是下半年会比较暗沉 所以呢,今天的这款面膜呢 就可以帮我解决这一个问题 OK,首先呢 从盒子里面取出一包 黑泥 然后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把它搓均匀 好,让它里面的精华液呢 和那个黑泥 可以融合均匀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就用这个 里面附的土脸棒 就是长这样子 它是一个平面的棒 然后把这个打开 拜拜 其实我前天 已经敷了这款面膜嘛 所以呢,我 其实大致上 我的黑头 已经消失了差不多50%了 因为 我之前呢 还... 我回来测试这个面膜 我就... 没有去除了黑头 其实这款面膜 很能帮助清除黑头 OK,开始啦 所以呢,就这样沾一点点 我就每次这样一直挤 一直挤 就挤咯 这样呢,涂在这个棒上面 然后就... 涂在脸上 记得要... 避免眼睛的必方 避免碰到眼睛 啊... 掉了 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 把它涂完整脸咯 外面是在这里 所以有点潮 这些茶的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脸上 是有油光的 是因为这一款面膜呢 它不只是只有黑泥的成分在 它其实它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成分 就是它的精华液 把这些黑泥都涂上脸的时候啊 记得大概都要涂满整脸 因为如果只focus在 只专注在涂一个地方 你想你很努力的吧 涂均匀 这是有点不可能的 就我的建议就是把它 大概的散布在脸的每个角落 因为它毕竟是有 精华液的成分在 所以它的 它的质感是很水的 所以你不能期待它是那种好像雾面这样的感觉 有油的成分的东西 不能即刻马上涂均匀 这个地方很难涂均匀耶 大概大概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黑泥呢 均匀地涂在我的脸上 其实它可以涂在脖子上面 可是我现在 我今天只需要测试我的脸 所以呢我就把全部的精华液都涂在脸上 然后已经没有了 就涂好了过后呢 就这样子把它放着20分钟 给它敷一敷 所以现在呢时间是5点33分 所以我们5点53分的时候再见 睡取海洋 淤泥 提取物 蕴含丰富矿物质与微量元素 为皮肤补充充足的养分 生成清洁每一个毛孔 给皮肤注入水分补水 同时控油 富含多种维生素 能滋润提亮肤色 给你的肌肤 魂光焕发 透析 清爽 细腻的肌肤 你也可以拥有 所以它主打的功效呢 是锁水 以及提亮肤色 辅助的功效呢 就是淡化你的黑斑 还有雀斗 还有除黑头粉刺 所以这些你想要的小小的那种功能呢 其实你都可以在一个面膜里面 可以做到 我把那些黑泥全部吸取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皮肤的所变化 而且那变化是让你很印象深刻 OK 二十分钟过了 现在来了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盒子的后方 它就写着用纸巾啦 它这边有什么纸巾 可是呢 比较建议是用一个湿纸巾 因为湿纸巾它没有那么容易破 其实用保鲜膜也是可以 可是我觉得湿纸巾就够了 现在拉进给你们看 我把它这个呢放比较靠近一点 你看一下嘴巴的 好像一个很水晶的状况 它有一种很强的吸附力 就是那种磁铁的吸附力 它就是好像那种水晶的形状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很漂亮 它吸出来的那个黑泥呢 它吸出很漂亮 然后也很均匀 就其实主要呢 是要靠近皮肤一点啦 不要觉得好像 我很不敢吸的感觉 所以你要靠近皮肤 这样子才会把所有的黑泥给吸更近 你看 很满哦 它很满 有没有 吸完之后我的皮肤是直接变白色 所以你要拉开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点重量 就这样 一张湿纸巾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吸掉 只是我要更全面的确定 黑泥已经 我完全都被吸掉 所以我就愿意拉更干净的 使使劲 你吸掉所有的残渣 然后用完之后呢 我就大概擦一遍 那个磁铁 然后就给它处理在一个合干很凉的地方 就为了保持它的那个磁铁的原有的磁力 黑泥都吸走之后你会看到这样的脸 就是一层很白白的 但其实呢 这次 这次 这面膜本身的那个精华液 所以我讲那个油油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东西的全部都给它按摩 进你的皮肤 这个按摩的动作需要做一个三分钟 给你的脸一个放松的按摩 很全方位 油内到外 其实它的精华液本身蛮油的 可是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油肌 呃不是很油啦 就是我的体重是很油的 我是觉得可以驾驭 就不会让我自己的皮肤本生出太多油 只要你将均匀的按摩 确定把所有的精华液都 按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让你的皮肤好好的吸收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有没有它就是一种很多人都在追求的那种奶油光泽 它是一种从肌肤里面发出来的那种 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的highlight 当你的肌肤呢很饱水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或者是你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或者是你下午一个很重要的interview 或者是food shoot之类的 你早上或是前一晚你可以做这一款面膜 然后它就会让你的皮肤呢保水一整天 我刚才那个步骤把所有的精华液都给按摩进皮肤表层里面 之后呢其实就不需要把那些精华液给洗掉 下一个步骤呢就是用棉花把化妆水涂在你的脸上 然后继续你的保养的步骤这样就好了 所以是一个不需要清洗的面膜 所以它很方便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上妆之前的一个步骤 之后呢你上妆之后你的妆会变成很服贴 因为你的皮肤饱水 因为它是一个很补水的状态 而且它有一种自然的光 所以你也不需要用一些比较有highlighting成分的primer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primer 那么现在来检查我的皮肤的状况 整体看来呢其实我那个皮肤暗沉的鼻翼还有嘴皱 下半年了其实它已经提浪了一截 上半年会比较蓬润 然后比较有光泽 它会它也是帮我提升了一截的光泽感 然后黑眼圈的地方呢其实没有什么提升啦 它只是表面那一层就微微微微微的提升 豆瓣呢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雀斑与豆瓣呢并不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任何的变化 任何的效果 毕竟它是一个沉淀 一个色素的沉淀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磨练 需要时间来修复 所以这一点呢我其实没有希望很高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鼻翼 你可以看到我的鼻子其实 鼻翼其实还蛮干净的 其实还有一点点微微的黑头的存在 黑头都不见了 有没有 然后所有的那些 粉刺比较细的粉刺呢也不见了 下巴 它就有一种收缩 微微的收缩毛孔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本身真的很喜欢这一款面膜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面膜呢它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很立即的效果 就是瞬间的提亮你的辐射 这一款面膜呢其实很适合一些需要立即效果的人 你要雀斗 你要雀黑头 你要提亮辐射 你要补水 都可以在这一款面膜里面找到它的功效 其实它是一个纯天然的面膜 它用的材料呢都是植物 像是牛油果树 珍珠粉 海鱼泥 白瓷花 蜂蜡 山梨 红枣 门枣 提取物 褐枣 霍霍霸 还有它是一款没有任何刺激素的面膜 所以小孩还有孕妇都可以使用 一盒是卖139令吉 然后也有补充装啦 可是补充装呢就只有这个石片的面膜 还有一个棒 就没有那个磁石棒 那么补充装呢它是129令吉 对我来说差10块钱就多一个磁石棒 所以买一整合会比较划算啦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可以送人的面膜盒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当礼物送给你的朋友 女友 还有妈妈 奶奶 OK 他们应该会喜欢 我会把卖家的VGID放在我的资讯栏 所以scroll down下去看我的description box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我全部都会link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你多次的 嗯 敷 护肤 才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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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